破无名的境界像什么 我告诉你 你就像刚刚我讲的 脚踏实地 弥勒菩萨 四不退转 就是破无名的境界 到了不动地 就已经破掉无名了 你菩萨证明了无声法忍 就是你已经有了无声法忍的定境 跟定境有关 不动 任何环境 任何的东西来影响 你心都不会动 这个就是破无名的境界 到菩萨第八地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